有沒有動 來同學我們看 講義 105年同測第9天 有關煉輪鏈條的傳動機構 這個以前有講過 我老師說 就想像是你的腳踏車 或者老師的機車 都是用鏈條在動 它其實就是勞性裝置 勞性戴動裝置有戴輪 有戀輪有繩子嗎 對 請問戀輪比較常見 還是戴輪比較常見 戴輪 戴輪 戴輪比較常見 戴輪 機車裡面已經有正式一代 黃國倫 對不對 一代 你媽媽有縫紋機 叭叭叭 半夜看到 吳正月的褲子破掉 吳熱 吳起來 吳正月過去看 媽媽 我很感動 過去看 誒 這是原型的戴輪 然後就把他弄 吳正月非常感動 於是 他就對媽媽說 媽媽我再也不要當作剪腳人了 我隨手把他手上的四驅車丟掉 發 四驅車粉碎出來 上面的那個戴輪 居然也是原型的戴輪 兩個父女 父子感動的抱在一起 說你終於讓子回頭 再來 我講完齁 我再講 現在講的是公國龍 練輪 練輪怎麼這樣 這叫練輪 這叫練條 上次有講過 帶輪是 上 鬆 下 但是 練輪是 下鬆 上 有多鬆 才是安全的 你每次去老師去回修 我都會叫他去調整 這兩個中心距離 讓這個鬆脂量 不要太鬆 太鬆 噪音很大 這鬆脂量要在多少以內呢 我每次去跟那個維修 技師 技師講 欸 你這個 會不會太鬆 要在4%以內 中心距離的 10% 石家銘你要記住 下次去調整 在4%以內 知道嗎 這叫擠邊占領 這叫送邊占領 有效的占領 也就是有效哪裡 是正常的 就是這兩個相見 T2 幾乎是0 知道嗎 接觸腳 要大於120度 莊佛君你要知道這個 1412號 練輪跟練條的接觸腳 是要大於125度 知道嗎 這是滾之間的狀態 傳動術筆一定要在7筆以內 做深遠 這個就是你 你是7號 你要在傳送的數量之內 如果你看老師畫一個列輪長這樣 綠色的叫結圓 結圓外面叫建開線 結圓內部叫半圓形 叫圓線 圓無線 齒數不可以太少 一定要在17個以上 最好是25個以上 17以上OK 所以練輪的尺數要在17個 他一定是基數 練條一定是偶數 雙格是1節 正愛 25格以上 趙佳優 你25號 練輪25尺以上 是最好 來看這一題 第9題 接觸腳不得超過90度 錯 120度以上 Fiction B 電輪轉速跟尺數成本比 對的 尺數越多 電輪越大 轉速越小 傳動時 鬆邊頸邊張力幾乎相同 錯了 鬆邊頸邊張力差很多 鬆邊張力幾乎是0 所以有效的拉力 其實幾乎是等於頸邊張力 再來 滾子練輪的結緣外面是肩開線 螢幕縮是直線 錯錯錯錯錯錯 外面肩開線 裡面是半圓形 講完 所以這一題要選B 穩B 講完 下課 來 滾起來 啊